字幕獲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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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香港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呈獻的 賽馬會精英杯 B 組生死戰 今天有東方龍獅對著杰志的賽事 在平術台方面有奧斯卡和右手邊有李德能先生 另外也有兩位來自第十階的學員 不如讓你們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第十階JSR的學員 我是Jason 黃海嫣 大家好 我是曾曉瑩 Jacqueline 其實三個都是JSR 我都是超齊靈的JSR 不過以前都是做導師 很少是粉墨登場 坐在桌前跟三位JSR合作 其實奧斯卡都是師兄 今天從舊地有些師弟妹有什麼感覺 沒錯 我是第五屆的學員 今天是第十屆的學員實習 剛剛學到一個Double 我都覺得時空入面過得很快 我自己都露了很多 整天都說這些 你都是大我十年八年 有多老 Jerkin 第一次講波運 對 很緊張 之前做了什麼準備功夫 之前都是有北基去參考一下 然後我問了朋友關於球隊的事情 哦 你的朋友都跟球圈很有密切關係 我可以問到東西 是啊 哈哈哈哈 OK Jason 這個賽馬會精英杯 我們都知道 他跟其他杯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你覺得最大的意義 搞這隻杯是在哪裏 都是作為一個新人 他嘗試一下做評述 傳媒工作 而球員之間每隊都要 每場都要派出三個U22的球員 去下場比賽 可以讓多些年輕球員 有一個上陣發揮的機會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我們都不只派三個U22 不過陸續上場 剛才奧斯嘉也說到 今天這場球生死戰 當然是誇張了些 不用死那麼緊要的 但是這場球的重要性在哪裏呢 看回現時精英杯B組的積分 現在暫時就在東方排榜首 潔志就緊隨其後 這場球也是一個新死戰 就是如果這場 枉手的就是標準流浪 現時17分 就已經篤定出線資格了 東方就排第2有16分 潔志就排第55分 如果假設這場 事實上一方分不到勝負的話 東方就以17分 壓過標準流浪 以這個較好的對賽成績 排在榜首潔志 就會跌到第三名 就不能出線的 相反如果是隨便贏 就會成為B組的榜首 兩隊只能抹一隊 看看到頭來這場球 最後是你贏 還是我贏 還是大家都不贏 那就決定哪兩隊會出線 至於香港U23和進鋒 分別只有2分和4分 在這個比賽的整個過程中 我想他們贏到的就是比賽的機會 以及給一些U22 有正式在一個規範的環境下 比賽的這些機會 另外Jerky 這個杯賽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對對都有獎金 嘩 這麼開心 是啊 你知不知道獎金如何 嘩 如果拿冠軍只有12萬 是啊 所以今天這場球 首先就要出線 進入了四強才有機會 爭奪這個冠軍獎金12萬 另外亞軍的獎金都有6萬元 至於兩隊準決賽的副方 就會獲得3萬元獎金 其他六隊每隊都會有1萬5千元獎金 嗯 那就好 每人都有份 是啊 另外還有一樣 這個杯賽還是蠻做輻射的群 因為還有一個安排 其他杯賽沒有的 沒錯 跟以往賽馬會的社區杯一樣 其實勝方和富方 在決賽方面都可以選擇 就是他心儀或者選擇了的慈善機構 如果他們能夠獲勝的話 以及富方的慈善機構 都能夠獲得一定的捐助 嗯 我知道兩位同學之中 你就是比較香港球粉絲 嗯 沒錯 對兩隊球應該都熟悉 尤其是東方 是嗎 是啊 有沒有收到什麼資料 自己都有留意開東方的賽事 那今場呢 我覺得看見 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的U22門將中海文化灣 他上場首循環對潔節的時候 有些少少的犯錯 就令到球隊最後大敗5比1 去到今場 看看東方可不可以成功復仇到 去爭取出線資格 你有幾大信心 我自己覺得 對面 其實 我自己對球隊都有些信心 信心這些落過場才知道 球隊擁等 這些DNA 這些血流下流下 就會感覺到少少少了 嗯 不過今天呢 似乎 潔節有一件事 都幾令我們 估計不到 Jerkin 對呀 就是 阿神射手單的奴役 竟然不出 是啊 正選後備名單 都沒有這位 潔節的首席射手 背後有什麼原機 沒有 比賽之前 我有問過 朱sir 朱sir 其實DNA 沒有傷沒有痛 不過 他就需要休息的時間 因為星期六 他都要比賽 那就要集中這場 比較重要的賽事 嗯 Jason 沒有丹恩 丹恩 對你的愛隊 是否一個極好的消息 沒錯 的確結智 DNA 的確是核心之中的球員 沒有了他今場 嗯 即使沒有了一個 重點的射手球員 但是球員都是踢11個 大家都有11個球員 下場 每個人發揮的崗位 都不同的 都要鬥過才知道 不過這樣說 我覺得呢 潔節之所以是 第一強隊 現在在整體的表現來說 都正正就是因為 他們不僅只有一個 單一奴役 可以單天保自尊 可以是否真的收起 單一奴役 都仍然夠力 去贏東方呢 我想 算盤都應該是這樣打的 不過打不打得響 算盤呢 看過才知道 沒錯啦 待會我們會交代一下 兩隊的十位人正選陣容 以及潔節 沒有了單一奴役 究竟可否有其他秘密武器 去擊敗東方龍師呢 其實都是今天的關鍵 而 除了雙方的正選陣容 值得留意之外 其實今天的潔節後備方面 也有很多香港球迷 很想看到他的表現 或者可以多踢一些金信玉 都在後備名單上 看看如果潔節的正選陣容 人未能夠提供足夠的火力 可以提供足夠的火力 南韓的外援 可否幫忙有些時刻出現 嗯 或者這樣 回答一下 在看正選陣容之前 或者請兩位學員 都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 那你有什麼項目 除了今天來實習之外 其實這個所謂 JSR 賽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 其實有一連串的活動 首先我們會上一系列的理論課 我們就剛剛完了這個理論課 準備下一個階段就是十集課 就像今天我的拍檔JKLIN 在大家和大家的評述廣播 也有其他兄弟在下面做現場採訪的 有攝影和寫稿的工作 嗯 其實我們這個JSR 的訓練計劃 和精英杯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定要一些 即是年輕的球員 要他們逼他們去做一些 可能以前他們少做的 或者未接受過這麼大的挑戰 例如現場廣播 跟精英杯球隊的U22一樣 我們希望有一個很正規的舞台 讓這些球員成長成熟 以及吸收經驗 希望你們兩位今天 都可以從中找到一些東西 嗯 好 感覺如何 由一月開始上課 一月還是二月 二月中在日 覺得自己有什麼改變嗎 我覺得自己 改變嗎 我覺得自己 嘗試多了 好像自己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機會 可以真的出來社會實習 做那麼多的事情 參加了這個計劃之後 感覺到大膽了 現在就有少許興奮 也有少許擔心 嗯 有少許興奮 對 做我們這個工作 如果沒有興趣的 觀眾都會感覺到 所以有份興奮的心情 都是重要的 你有嗎 有啊 我很興奮 不過我應該會有很多問題 會問的 沒有問題 有師兄在這裡 剛剛德能說 迫其實不是迫的 大家都很勇敢嘗試 其實都很感謝 有這個機會 大家可以 不同界別的學員 都可以坐在一起 一起跟大家講波 希望今天這場關鍵大戰 都會有一場好球看 嗯 好球呢 相信一定都會是 但是問題呢 大家都會問 究竟這場球 結智可不可以贏到東方 都是今天最主要的 要尋找的答案 但是既要贏東方 非勝不可 但與此同時 又收到丹欣奴域 奧斯卡 本地球你也說了多貴 參不參透到有什麼玄機 我參透不到 就是看著陣容的時候 我在想 糟了 究竟是否有傷有病呢 但是你們剛剛做探子 問完回來 又沒有 看來今天 可能戰術方面 可能就有少少不同 看看結智方面的正選陣容 會不會帶來一些啟示 給大家 可以在臨開球幾分鐘 參透一下 好了 最後一次歡迎大家 來到這裏 和我們一起 第一時間 欣賞這個 精英杯 B組分組賽的 最後一場賽事 在球員通道 已經看到 雙方的球員 列隊準備出場 今天是復活節假期 最後一天 連續整個假期 天天都有精英杯的賽事舉行 而今天 就更加是四場賽事裏面 最重頭最引人關注的一場 所以在這個網絡 我現在暫時感覺到 在現場應該都有 我想千一二人左右 但可能還會有些觀眾陸續會入場 畢竟這一場都會是大戰 平常那些碰頭都有吸引力 更何況今天兩隊只能一隊 在漢台的對面 亦都如常地 我們看到雙方的涌等 都已經是各居一方 現在鏡頭看到 就是東方的涌等 在他們的右手邊 就會是結智的 全東的涌等席 他們都已經頂位了 沒錯 兩隊的球迷就霸定位 準備看這場好戲 剛剛兩位學員都交代過 今天兩隊的目標很簡單 結智稍未落後一點 必須要贏波二回 全取三分 才可以進級 而東方龍師 任務簡單得來 其實未必可以達成 因為要守和 今天比較進取 以及今季一直很好的結智 看到後臂直傷 再同大家重溫一次 是沒有下落的 正選後臂都沒有 鏡頭可能都捕捉著 就是來自藍漢的外援射手 金信玉 看看今天有沒有機會 在旺角大球場 在整班球員面前 表演一番 今季跟東方已經是第五次碰頭 Jason 你的外隊未贏過結智 即使未贏過 但對上一次碰頭 可能聯賽碰頭都輸了 但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銀牌決賽當日 我們可以在90分鐘 迫和到結智 去到12碼才緊緊落敗 我覺得 今場對手沒有下落力 實力可能削減了一些 今場我對球隊 東方都有信心 嗯 雙方的球員 亦都已經列隊出場 在全白球三的 就是結智 藍衣白褲 就是東方 雙方球隊出場的時候 兩隊的擁躺 當然也是他們最樂力打氣的第一段時間 好 看看四位執法的裁判 就是 朱裁判是 譚炳煥 助理裁判 有 霍龐盛 羅明亮 第二次裁判 就是羅碧茲 羅碧茲 也是香港其中一位 最早接受VAR訓練的裁判 好 我們先看看兩隊的正選陣容 Jason 首先我們看看東方的正選陣容 東方在融光幕 我們看到 排出4-4-2的陣式 門將位置 繼續由40號的中海人把關 中堅位置由剛剛坐完波監的馬高斯 坐著高素巴耶夫 左閘位置由梁冠聰 而右邊也有阿力斯組 中場位置 派出梁振邦隊長 坐著胡俊明 而左翼位置 我們看到一個 今屆比較亮眼的U22球員 王浩俊 然後右邊 看到有巴道姆 前鋒排出雙箭頭 有孫敏 還有拍拔 簡單一點 4-4-2的陣式 結智方面怎樣 Jackine 結智方面是4-2-3-1的陣容 首先說一說 守門元太王浸行 然後後方是 羅子晉、金字健、艾里奧、費蘭道 中場有 張廣言、米基爾、查理史閣、袁振謙 還有伊高、沙托尼 前鋒是明加索夫 今天我們一直都說 沒有了丹陰同域 他的位置由明加索夫取代了 當然明加索夫個人的能力 絕對不是弱 這位土庫曼的過腳 問題是 平時他和丹陰奴域 配合了 他在丹陰後少少的位置 左右的皮膚去配合 今天他要擔正掛稅做箭頭 效果怎樣呢 剛才我們在場邊 我們看到世榮教練 和朱sir 我估計都已經 合好計 都已經想了很久了 應該 對 竟然丹陰奴域 是無傷無病的情況下 必然在戰術或排刃上 都是兼顧了處理這個問題 跟大家交代一下 今天兩隊的隊長 東國龍斯的隊長 就是16號的梁振邦 而結戰的隊長 就是5號的艾里奧 這場B組最後一場的精英杯分組賽 即將就上演了 螢光幕現在看到藍衣白褲 就是東方龍斯 應該率先開球 左攻右 而右攻左白衣白褲 就是必須要全取三分 才可以出線的結戰 兩軍隊員 準備夠時間 我們看到在螢光幕底 有場監 配合第四裁判 兩個就負責時間 一小時就會示意給中間的裁判 可以開球 上半場 東方是首先展開攻勢的 螢光幕的左攻右 每一個球已經長傳 似乎是想告訴結智 這場球不是跟你守 一開球似乎是想顯示出一個 搶攻的勢頭 在前場的右手邊 迫到一個界外球 今天在正選陣容公佈之後 我想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 結智是否這場球 不去盡 因為連單一龍域都收起 究竟什麼葫蘆賣什麼藥呢 這場球 形勢驅使他們一定要贏 打和都會被淘汰 繼續這個界外球 仍然在進攻路線的左手邊 東方扯定去扔 扔 扔下又前些 扔下又前些 底線對上來 大概是18碼的位置 送回到中間後上 現在數到 在東方 前場也有8個人 但這球斷了 扔下了 兩個打你5個 幸好東方的球員 回防都夠快 那球落在涼罐衝腳下 開球這分多鐘 節奏都算是幾明快 阿力斯祖在這邊 拿著球送回到中間 今天在中間裏面 馬高斯及時 波監奇門 可以復出 令到東方的防線 當然更加完整些 調動 亦都充裕些了 第二次的進攻 都是用左邊 壓不壓倒落底 這個球來了 推右走了 做得很漂亮的 孫靈謙送到龍門口 龍門口彈一彈 微底落 但是球是否入了呢 糟了 現在還未有VAR 那真的很難確定 但是呢 裁判就認為 那個球彈微底 是彈出 沒有彈入的 是否好時間 沒錯 看球證 他的執法 這個判決 都是幾肯定的 即時就判了一個 右路的角球 想不到 開球 一分多鐘的時間 已經有這麼肉肉的攻勢出現 來自左路 孫靈謙推左走右的突破 一個地球傳中過來 巴道沒有攜前柱 差點就可以幫東方領先一球 但不要緊 還有機會 來自右路的角球 看到梁冠聰站起來 踢完港隊的賽事 大家都很欣賞他的死球處理 果然都找到隊友 繼續都是角球 看到攜前柱 應該是高素巴耶夫 這邊是銅頭一搖 都是頂中到潔志的防守球員 好像是米基兒 是的 不是說笑話 一來就 兩棍的左路的進攻 跟著兩個右路的角球 一路呢 給到潔志的壓力 都真的絕對不輕 這個球就直接射入了 西菲利 兩分四十五秒的時間 憑著一個右路角球的創造的機會 狗掉了這個 蔡炎波金 復出的馬高斯 給他近門無遮無掩 射個中夭響代波 東方入局相當之快 在開波兩分多鐘的時間 你見到黃鎮鵬都很勞氣 慢鏡重溫發 首先角球斬過來 巴奪武第一時間拿回 交回到十二馬點附近的位置 馬高斯無人看管 對他來說 這個處理亦相當之簡單 抵賺就是巴奪武 其實踩下來 其實除了控制球 其實第一時間已經看 十二馬點附近 有哪個隊友可以幫忙 馬高斯 輕鬆簡單 完成任務 一比力 有點猜不到 因為這場賽前 大家都是想 應該傑節按住東方來攻 現在反過來 東方按住傑節來攻 而且剛才那個球 很明顯是看到 東方的壓力 導致到傑節的防線 那些位置不正確 人頭也不少 但站的位置 對不準之下 就漏了一個馬高斯 很輕易可以 遷就他 還要有足夠的時間 抽入 咦 又好像不同了看法 東方這場球 打和都夠皮 結果還要很早 取得領前的優勢 才看到傑節有第一次的反攻機會 但已經在前場斷籃了 斷籃的時間 看到右閘的羅子鎮 飛過去的時間 被球證吹罰了 也拿了金場球的第一張王牌 而閘到27號 就是馬高斯 這些慢鏡重溫 看到馬高斯推順的時間 他打算向前傳 羅子就關閘過來 看到他的去勢 其實都是有點狠 所以球證這個判決 也是合理 因為都不希望 比賽的情況 或者這些程度 再升溫 是 是 今季第五次的風頭 之前四次 東方都輸了給傑次 會不會今天打破這個走勢呢 現在當然言之過早 查理斯葛 今天扮演一個蹲後中場的角色 這個球給回門將王真鎮 阿鵬這個球稍微慢一點 幾乎都被對方難倒 這樣的比賽節奏 其實在本地球來說 都不是常見 有開球 大家的腳有 都踩得很盡 繼續看到東方 左路的進攻 這邊都團了幾個重兵 馬高斯也上來前場 把球回後一點 給他的拍檔 繼續來自一輪 東方後場的組織 看到這幾個都差得很順 雖然交失了 但查理斯葛就躺下了 加來胡俊銘 再分給巴道姆 可惜就落掉了 但不要緊 後面組織位置 繼續梁冠聰包回 交過來 這邊就是王浩俊 亦都團了籃 看看杰志方面 可不可以打發生反擊 交過來右手 但劏落又深了一點 見到明家索夫 上去哨 繼續逼著梁振邦 幸好也是緊迫成功 令到梁冠聰 梁振邦 有點失誤 把球場出界 比賽來到 差不多六分鐘的時間 結智終於在這段時間 找到一個控球的機會 Jayson 你覺得這段時間 東方發揮成怎樣 沒錯 我們看到比賽初段 東方嘗試壓前半場 嘗試壓迫 壓迫給結智 結智也令結智後防有些失誤 一次的右路角球 走掉中間的馬古斯 順勢先開到紀錄 對 相信你都頗滿意的 東方發揮 看完這個快的機會 一個長球分過來右路 其實看上去 全球的線路 都是很通透的 只可惜赤寸也不一般地 這邊就是帕拔接應不到 好 結智左路交球 霍雲露等出來 踩屍角拿下來 給霍雲露 見到帕拔和孫明 嘗試做一個前場迫搶 好 帶了個球出來 就是這邊的結智 中間的米基 拿回定角球 轉身找到隊友 分回右邊 好 嘗試推進 都不可以 回到後場 踩屍角 轉回左邊的廢人道 這個時候 我們見到胡俊明出來對球 再分下來 左邊的伊高沙托尼 看到中間東方的布防都很審密 好 中間有一個 環傳75 被馬古斯截到 好 左看右看 找不到隊友 找到 給後面的大佬 梁冠聰先 前面沒有什麼隊友 都找到黃浩俊 在右手邊 一對二 給中間的大佬 都是回到後 先 好 馬古斯一個 大腳 就刪到對方結智的球員 好 比賽 踢了八分鐘 東方 憑著馬高斯接應 巴道姆的全球 在十二碼點 幫球隊先開紀錄 看見到暫時 潔智都有點膠著 在進攻方面 正如主人人剛剛所說 布防相當嚴密 正如早前 處理潔智的快速反擊 或者地面入滲 看見棋位相當好 亦都可以輕易化解到 潔智在這八分多鐘的進攻 把球先回比 就是門將的鍾海文 鍾海文也是東方其中一位 就是U22的球員 相信不少看本地球的球迷 都對他相當熟悉 嘗試左路邊線的拆動 來自東方 直線放下去 這裡抵贈 來自艾利奧的解圍 躺身把球清出橫邊 教育球扔回來 雖然應該 哎呀 第一下有得落腳 被潔智解圍出來 好 米基爾中間拿斷球 都是要找隊友 找到前場的明家索夫來的 但就脫了 被東方拿回控球拳 見到上半場初段 潔智在中間 看來沒有單一穴域 好像真的沒有前場停球的支點 有點難去中間入攝 沒錯 暫時在這十分鐘比賽中 就是 潔智在前場停球方面 是有點困難的 當然正如Jason所說 少了傳統中鋒 或者踢開中鋒的球員 所以傳送的時候 中場對米基爾 袁振謙或查理斯國 找第一點去停球 都是有點難度的 看看接下來 朱sir方面 會不會有些辦法 去解決 現在面對這個小困難 好了 右路彈上來 多漂亮 這個拆認 我們上來 看到阿力斯組 但面對著同樣 經驗老到 看到五號的艾利奧 他就沒什麼計劃了 但不要緊 都是角度一個角球 兩位剛才提到 沒有單一穴域是否影響很大 我覺得現在 我個人是覺得無從判斷 因為開球到現在十分鐘了 即使有單一穴域 現在站在最前的位置 其實都未必有球 可以給到他 所以有他和沒有他 的分別 根本現在呈現不到 而是 可能大家都猜不到 東方可以開球到現在十分鐘 可以一個全面搶攻的策略 而且 真的可以創造到壓力很大 話好未 袁振謙在右手邊 拿到第三個角球 剛才就是憑著他的角球 可以間接做到一個入球機會 這次就是回來救家查理史葛 球直頂彎出來 後面有點推人 王浩俊被人推掉了 球證吹罰 哇 紅心幻象 這場球 開球這一段 看到東方的勢 真的很爽 很明顯的 王浩俊已經吃了位 球也在他前面 後面出到雙龍出海 這樣推掉 球證吹罰 應該都沒有什麼爭議 嘩 去到那裡十馬 都被凸了 不過幸好這個球 其實離門都相當遠 應該都未至於有什麼 即時的危險 但是梁冠聰那些場傳 大家都心裡有數 那些越洲飛彈 走狠地三四十馬 曾幾何時 他的舊隊友 伊高沙托尼 今天是對手 他們兩個 一個斬 一個走位 接應 是非常吻合的 那就做得很好 這個球在禁區裏面 製造了一輪緊張 沒有什麼即時的危險 那個球還未斷攬 落到東方這邊的腳下 嗯 王浩俊這次有少少誤會了 他又想說 送個邪直線 帶隊友到底線 但隊友都不在意 東方今天值得一讚 就是在前場球 多了一些小組的配合 如果回想 就是銀牌決賽的時間 同樣的兩支球隊的對壘 當時東方的踢法 就會比較保守和謹慎一些 但是今天一開球的時間 已經積極去組織和搶攻 看來今天的心態 取態方面 有少少不同 因為本來他們始至 希望一期和球都夠出線 誰知道今天可以領先 比賽來到12分鐘 比賽還是1比0 見到傑智後場的猜拳 艾利歐看著左手臂 送過來 誰知道又是一個誤傳 沒錯 賽前可能外界都會覺得 咦 今場東方和球就可以了 會不會踢得比較保守些 他上半場踢了12分鐘多些 我們見到絕對不是這樣 東方是嘗試去真勝的 相反傑智這方面 可能在進攻上的組織 就比較細緻了 中間米基拿回定球 見到前面都沒有什麼隊友幫他 都是選擇交回後面的查理斯哥 這邊艾利歐 分過來左手邊的費行道 再轉過來以古沙特尼 這邊王浩進做出一個難節 東方拿回那個球 孫敏謙這下就有些人 那個球就有點離腳 給對面結智 這邊就看到費行道 躺下了 Jerkin平時少看本地球 可不可以看這13分鐘 這13分鐘 我就覺得要再看定些 很不好看 都要看定些 是啊 你覺得可不可以看 對嗎 還未算是精華 所以還要等一等 嘩 你都要求很高 大哥 這場比賽的節奏都很快 雙方的行軍速度 以及打出來的技術水平 都已經是不錯 又在自己的後半場 艾利浩給回龍門先 王振曼都不敢怠慢 都不敢慢慢來 因為看到對方實在是來勢洶洶 菲蘭道 停一停 跟著立刻折個直線 所以說給這個名家索夫 但是這個球有點勉強 這條直線看來都還未可以被穿 繼續傑子 執定這個加外球 菲蘭道 查理史過來幫他 他回後一點 艾利浩轉給他的拍檔 其中一位 U22的年輕球員 金志健 今天就拍著艾利浩打一對雙中堅 今天傑子還要 值得一提的地方 就是他們 不是用最強的陣容 看看可不可以分開他們 平時都有這麼強的進攻力 這個球 初次見到打到入禁區 但是未有什麼效果 今天他們 還用了一個年近17歲的年輕球員 90號的袁振謙打正選 亦都符合精英杯本身比賽的意義 就是比多些不同的年輕球員上陣 其實就是傑子較早時間 在右路的出球 高球放下來 就是12碼點的位置 其實都是幾陰肉的 可惜了 就是未有球員接應到 放到一個比較深藏的地帶 這邊就是袁振謙 把球出上去中間的時間 亦都被對面搶斷了 這個球員就散到自己的球員出街 然後下去 就是東方在右手邊的隔離球 看到2號的阿力斯組上來了 前面幾個球員走位 看到孫明謙亦都走出來拿球 但原來是找底線附近的Baddle無線陣 但還是被艾利奧化解了 亦都很瀟灑 看到就是費蘭道 左腳捆回去 右腳解圍出來 有些要出屬的手部動作 但球員是沒有視意的 米基爾 踩後避過對手 亦都相當瀟灑 看到前面 不是很足夠手足的選擇 回到後面 右手邊再做過了 米基爾繼續跟羅子晉有些配合 這次一腳彈上來的時間 但就是東方這邊的高素巴耶夫犯規在先 亦都拿了就是 這邊領先的東方第一張王牌 16分鐘的時間 杰志在右手邊 離門30多馬左右 45度角度的位置 有個死球的機會 今天你說大差就不算特別多 可以看到身形比較高挑 查理斯角亦是 佈在禁區頂的附近位置 當然大家熟悉的 知道艾利奧也是善頂的球員 可以把握到死球的機會 想製造一些入女攻勢嗎 好 亦都在斬來的12馬點半的位置 進去營頂就是U22的球員 今次見 東方架圍回來 繼續是結至右邊的架圍球 以角開出來 榮俊謙每一腳 直接滑過去 哇 見到這邊米基爾想打倒掛 也是省老 回來包住他的高蘇巴耶夫 這是一個角球 傑之右路角球 這邊由伊高沙托來處理 表中間艾利奧舉手 東方選擇以一個佈防 類似人馬人那樣 右角球斬離 門將中漢文單材打出 這邊快樂道 調入禁區 這邊中海文單手托出底線 咦 看來不是喔 龍門球 應該還還未彈出 看慢鏡我們見到 孫敏謙 一個突破 再傳入禁區 巴道姆的快腳射入 不是 巴道姆的快腳射入 巴道姆的快腳射門 彈中 剛剛那條底線 那球還未進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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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晰 暫時還未有VR 但這個鏡頭 應該是解答到 有些求聞的疑問 比賽18分鐘的時間 東方是領先的1比0 除了剛剛一個巴道姆的慢鏡重溫 其實較早就是 傑子也有個 在這個攻勢先 碰到雷差一點孫敏謙 都會偷到艾利奧的腳下球 陳利史閣 馬上分出來 伊高沙特尼 給中間的余隱謙 但亦都是裸失了 東方繼續右路 阿力斯組過了一鍵 亦都是搏到犯規 嘩 廢人奴這一下 有點出腳慢了 阿力斯組 阿力斯組 18分多鐘了 看到現在東方這樣表現 有沒有加強到你的信心 認為東方可以勝出 哈哈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 本來我想到 傑子一定會勝出 因為之前試試 都拿過兩次冠軍 大佬 有少少猜不到 戰情這樣發展 不過我覺得 要再看看 看看會不會再換人 或者換戰術 原來剛才廢人道這球是踩中了一隻腳面 嘩 看起來傷到傷多之痛 梁冠聰 佛球處理 又是斬這樣去 找不到隊友 這邊環象的降陣派就接實 馬上等球出來 咦 有些空位 可以突破一下 這邊就見到王浩晉作出籃節 越大藍島 斷了 被帕帕拿回球 再轉過來 左邊找到馬古斯 都是往前點的隊友 咦 這邊找到孫兵謙和艾利歐的鬥法 孫兵謙停了球下來 看見艾利歐的手有些動作 球證沒事 比賽繼續 這邊都是東方的腳械球 這個巴道姆 躲下就有出腳了 這次艾利歐 球證吹佛 這一輪的時間 感覺的雞聲也挺多 證明兩隊的球員 都很用力 拼搏地踢這場比賽 飛沙批射的感覺 右邊試完了 左路繼續是梁冠聰去處理 這次貼近邊線很多 也是尼門 大約三十多馬 梁冠聰 憑著他的罰球處理功夫 一些死球的處理 也是間接幫到球隊 領先1比0 看看這個罰球會怎樣 也是斬過來 細陰區在附近 波裏抽過來的時間 好早查理思覺站到實一實 也是集到球去勢 抵贈就拍拔第一時間 處理的功夫也不錯 好了 也是見細色不對 選擇回到後面比較穩固 梁震邦大腳轉過來左手邊 剛剛好傳到深一點的位置 適合這邊就有潔志的手仗 麥基亦都在教育球開出來 看見今場球東方兩個U22球員 一邊左手邊的王浩俊 右手邊的帕拔都相多之右膽式 即使對著潔志的球員 亦都不敢怠慢 這邊廢行道拿著球 向前推進 找到中間 再轉回來左手邊 伊高沙托尼 單對單對著阿力斯組 過不過得到 壓落底線應該出界了 球正指示龍門球 對 伊高沙托尼 今天的狀態好像一般的 幾刻突破都過不了東方的手仗 我亦都抵贊了 阿力斯組其實這次防守 伊高的步伐其實是很好的 跟著他推進 到他吸的時間 亦都沒有被伊高的動作騙到 看來這邊就是東方的教練團隊 應該挺滿意球隊在這22分鐘的表現 當然 除了射指球隊 包括兩位 正如剛剛Jayton所說 黃浩津和邁寶寶寶寶 今天在前線 為球隊提供了很多活力 阿力又一頭頂上來 見到明家索夫想彈過去左手邊 但卻踏了Q 繼續是東方在右路的界外球 明家索夫感覺上表現都是靜一點 正如德能所說 老拍檔不在 火花未必可以給各位球迷看 麥基爾向後一撐 亦都見到很快 加維德 這邊就是梁振邦的處理 左手邊的快攻老婆Jayson 黃浩津上司 帶著球 見到梁冠寶快在球上 找進來 說明欠就未能攝前 被這邊極致的金子健解圍到 是玉東方的左路交球 很慢慢來的 梁冠寶不急了 拿著一球的時候 梁冠寶這些球員就相當好經驗了 知道何時應該開後的節奏 何時跟你急 出道賣力的時間 攝前處有胡俊銘 雖然他是中場球員 但他也有一定的後上能力 亦都試過為球隊入球 可惜這次就沒辦法頂中 麵華 也是聰明 看到這邊有東方的球員 就殺停了這邊有潔志的反擊台線 應該就是明家索夫對這個反規有些意見 跟球證球數 球證就是譚明煥亦控制一下明家索夫的情緒 跟他講一講 比賽就開始了 看到右手邊來自羅子晉的控球 給了身邊的查理史角 今天就繼續控制節奏 但是始終要他做的功夫也不算很多 暫時踢了比賽24分鐘左右 球隊都比較受壓 沒錯 今天見到明家索夫串現一個中鋒的角色 平時這個位置就單忍勞力負責居多 伊高沙海這一下有點脫腳了 東方嘗試可不可以打出一個反擊 X組引球推進 這邊就脫掉了 潔志拿回腳下球 明家索夫轉到身 也都被馬古斯襲到 但潔志仍然可以拿回球 過了幾個 一腳射門 尼門就看上去都有點威脅 但實際上就未能夠中目標 這邊就是來自潔志的于22球員 連著17歲的袁振謙 說袁振謙其實都頗有膽識 比賽較早時間 見到中圈附近 上市一個過三個 雖然未能夠成功 今次又在禁區頂 腳內檔躺一次 想彎一個近處試一試 雖然不中目標 但見到這個年輕球員 是有膽量在這麼高水平的比賽中 發揮自己的能力 又見到了 來自潔志的攻勢 最後分過來 見到就是明家索夫 過了右路找食 羅子回到米吉爾 米吉爾望著斯加路 想撐下去 但發現勢息不對 選擇回到後一點 查理斯角轉到左邊 費難度也是很常見的動作 就是看左閘 但會回到中場位置負責 酷球球 入到金球中 米吉爾交橫 幸好結節球員未到 也有 阿力斯組 及時解圍 是一個角球 是來的 看見到東方的後防相當集中 Jason 你滿不滿意以今後 球隊在防守方面的表現呢 防守方面的確 站位方面都相當集中 球員之間互補不足的密切 也相當足夠 這邊伊哥沙特海斬入來 過不到前柱 中間 球證又吹了羅子晉的犯規 有一點點推人動作 哇 都沒有嘗試馬上拿回那個球 還是先拖慢個節奏 其實見到明家索夫呢 在前場做一些停球的動作 似乎 相比Dano的確有點不足 可能他平時習慣了在邊路 有些個人突破 才再出球 找中間的Dano 這場球 要頂替Dano的中鋒角色 似乎 都需要繼續磨練一下 的確 的而且確 他的專場的確是在邊路的 沒錯 今天 傑子在前場的組織攻勢 比以往有Dano 啟動的時間有點困難 當然 本來今天 都不算是全隊出擊 在中場的位置 都不是踢開球員 看看 比賽時間 還有大約 60多分鐘 很多變化可以出現 特別是半場的時間 看看朱sir會否有調動 可以幫助一下 球隊在進攻上的壓力 好了 要大約叫傑子 這個左路的進攻 出到泰國鐵門 阿鵬也很輕鬆 把球子立實 回到來 廢蘭道 廢蘭道也是很高的球員 之前也是效力的東方 今次轉過來 金志健 金志健 交給前面的米基爾 引前兩步 看見球員走得那麼多 選擇是自己搞定 推過對手這邊的王浩進 之後 給了邊線 邊線方面 有單對單的情況出現 直到近來 交給米基爾 一打三 選擇交給更好事的隊友 2個禁區頂 查理史葛 哎呀 好可惜 見到馬高斯 底讚就是 出來 分身攔截的時候 相當準確 也都在底線盤的位置 梁冠聰把球 踢回到傑子球員 連各球都不用輸 沒錯 查理史葛的確 有了一手軟射的能力 馬高斯都知道了 及時出去對球 今天見到傑子 看來在中場運球去前場 看來有點吃力 東方在中場的步防 都遮線遮得相當之好 這就是東方老師 可以說現在領先的 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 在早前 叫做 搶攻了一段 在獲得入球之後 其實在進攻方面 東方也是放緩了少少 主意應付傑子的進攻 米基爾 也是分過來右邊 這次直接狂抽 有30號的張廣賢 但也是散落 東方球員 球打出來了 繼續是白衣 就是傑子的控球 分過來右邊 尺寸一般 亦被梁冠聰偷到 黃浩聰沿著左路 進入中間 拖直線 幸好這邊金字健 夠拖直線 足夠拖直線 進入球 輕輕一拖 先拖走他 繼續 今場比賽的節奏相當快 李公元 又輪到傑子的進攻 沒錯 開球初段的確 東方是採取主動的 但入了球之後 嘗試放緩回傑子 傑子也慢慢開始 拿回控球 這邊米基爾 前面 找到伊高沙托尼 再分回中間 明加索夫 泰道仁中間 也是要分回 右手邊 找到中間 伊高沙托尼 拖球 再分回給羅子晉 查理視角 轉過來 剛剛好 黃浩聰 及時 截到那波 傑子的架外球 單對單 轉過來 也是要找回中間 查理視角 會不會離腳射門 假的第一下 左腳先真 這邊就被門將的鍾凱文輕鬆接實 查理視角 私家Q 都出來了 右腳一級 左腳 抽 很可惜 至於射門角度和力度 都是差一點 但見到傑子 沒有辦法 把球組進入禁區 也是要靠查理視角 袁震謙 嘗試一些中距離的起腳機會 嗯 查理視角 看了三十分鐘 看見傑子的情況 好像好一點 看看他們現在在前場 嘗試壓回東方 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效果 好 張廣言 跟著 張廣言 跟著 又見到廢蘭道 米基爾 張廣言 張廣言 有些人走位接應他 給他回到後面 米基爾 米基爾 查理視角 廢蘭道 好 伊高沙托尼 廢蘭道 再轉回到沒有人錄的羅子進 但他拿了腳 幸好後面還有金志堅幫他撿回 黃浩津就看著球證 喂 這樣用不需要罰 沒有罰 沒有罰 好 我見到金志堅 給他的拍檔是李奧 現在中場見到 米基爾 查理視角 球過他們的腳的密度 越來越高 這個都反映出 傑子的情況 是有些改善的 起碼在中場上面 他們都搶回一些 控球的比例 不至於全下風 好像他們 開球頭的十幾分鐘 這樣嗎 可惜一點 就是 猜到一些三閘線 或者底視盤的位置 想做最後一傳的時間 東方的球員 亦都很集中 往往都是守得到 那一下的全球路線 正如剛剛在左路 防守位置 梁冠聰的攔截 亦都相當精準 查理視角 附日中場過球 現在轉過來左邊 廢蘭道 有少少坦曼板 但好幸好 依然是自己困得回球 雙方兩角的情況下 依然拿到 這次側下去 就是被袁震謙 亦都聰明了 底線沒有什麼位置 還給後一點的伊高 沙托里 尾處位置 從左閘殺到近處位的 廢蘭道 可惜呢 頂中目標 但是呢 沒有力度 亦都沒有什麼角度 中凱文這邊 大家開出來 找到前點的宣明謙 但他確實有點 修正 不到了 咦 這邊又可以拿回球 分過來 這邊王浩俊 在哪裡發難 單對單對羅子晉 看看有沒有突破了 出到這邊 就關回羅子晉 左路角球 見到即使東方縮後段 開始被傑智掌控 主動勢 但是反擊都相當威脅 這次又駁到一邊角球 繼續呢 就是東方的死球攻勢 沉氣都要講一次 就是今天 東方的死球威脅 相當之大 1比0的入球 都是間接來自梁冠聰的角球處理 這次大佬幾隻右手 倒進去 都是西陰區頂落 阿鵬就單隨打出來 雖然打出不遠 但球阻的雞聲已經響起了 有個充門的犯規出現了 所以即將就會由王真鵬 去開這個佛球 門球 也看到阿鵬 左看右看 找一下前場有沒有隊友幫忙 也叫隊友壓上一點 因為你看到就是孫敏謙和巴道姆 其實都貼著兩個傑子的中堅去防守 希望呢 給多些壓力的傑子 讓他沒用熱金 在後場組織 論頂上功夫的高空的爭場 東方是絕對不輸蝕的 好了 也有犯規出現 這邊就是王浩津 掃跌了就是傑子的球員 左落 廢難道 也找回米基爾 如果查理史葛 是一個傑子的控制節奏的核心 米基爾是前場組織和帶來活力的重要球員 今次縮後了 看到張果然 選擇不拿 退後一點 有更多空間 先去做這個攻勢 羅子左也扮過來 想拿一個近處的地球 但是呢 亦都是差點力度 見到傑子幾次的禁區頂 射門都是角度比較正宗些 中海民都可以輕鬆目收 嘗試叫球員 踏上前場 開一個長球 中間踩著頂上來 一輪攻空運戰 明家索夫 停不停到球 停到 回到右邊 看到這邊有傑子的張廣言 回到明家索夫出來迎球 都是要回到哪路 下落底線 出球 這下角度和力度都差點了 繼續傑子的空球 嘗試找回中間的查理史葛 看見東方的後防的確中間都很密 傑子都嘗試在哪裏發展 不停地左轉右 右轉左 找到中間 有少少空位 這邊來自傑子的 袁振謙的射門就斜出了 袁振謙今天第二次禁區外的埋門 一次就是想拿遠處高波燙角 現在是來一腳地球抽到的競射 但兩球都是不中目標的 但見到這個年輕球員都頗有膽識 比賽來到三個七分鐘的時間 東方也是領先的1比0 入球的功臣就是27號的馬高斯 比賽就是開球幾分鐘 就已經是先開紀錄了 之後一直維持有膠著一點的狀態 東方是維持著想做好的防守 找機會去打反擊 傑子都是希望保持控球 嘗試製造一些攻勢出來的 但感覺上 今天傑子在沒有了丹振勞的情況下 是有少少弱力的 這方面 對傑子來說真是一個大挑戰 雖然傑子開始控球已經越來越好 但是東方都爭取得很緊 甚至其實守門 都是很成功地撲救了很多的入球 現在剩下大概不夠10分鐘左右 希望傑子都可以爭起一點 現在就 在這段時間 是均勻很多的 有攻有守之餘 亦都見到傑子 可以逐步逐步 將防守的線 推上前些 還有他們 對形勢的掌控能力 是爭取很多很多的 這邊米基爾的手部有些動作 球剩下的吹罰 見到這場球 米基爾似乎失誤都比較多 亦都很難把球運到前場 後場的步防 始終東方的反擊力都一定是在 這邊 梁振邦 兩個夾擊 分過來就脫了 傑子的交流球 包到沒有 有些玩東西 先滴一下球 范然道找隊友 這邊也是出了街 東方的加油球 見到這邊主教練 傑子的朱智光 朱sir 賽前就說 對今場的部署 球員都是想真勝 但是始終 沒有單人奴役 就是沒有了9號 不知道是不是說 要備戰下場 星期六作客對南區呢 這邊傑子口場空球 各位分回右手邊 看到范然道 今天無論進攻還是防守 都是差一點 范基爾分到過來右手邊 看到東方三個去對球 都是要回到後面 羅子進 單對單對於林共聰 給回來中間 都是要分回後面范基爾 始終中間東方的步防實在太嚴密 球員遮線做得相當好 這邊馬高斯頭鎚清出來 巴道姆嘗試停球 但這邊米基爾的夾擊 就拿回腳下球了 繼續是右路的進攻 傑子 分回來中間 都沒有什麼選擇 看來傑子 球員之間的形球好像還是差一點 可以說傑子球員的耐性 繼續找空位 嘗試製造機會 但在最後的時間 傳失了 令東方有機會打個反擊 沒事 幸好這邊很集中 金志健 也是今天表演不錯的球員 幾次的攔截都很到位 當然 阿里奧在這裡 就幫助他 讓他穩定一點 好了 廢難度 給中間的伊高莎托尼 直接打過來 禁區裡面試一試 維基爾這邊很勞氣 拍了草皮 他投訴 應該是高數 巴耶夫頂到的 但球勝就判了龍門球 好 東方守得好 這40分鐘 看見他們 我覺得主要成功的地方 都不只是入了球球 而是他們的防禦攻勢 做得相當嚴密 不只是人數不輸涉給對方 而且位置對得很準 令到傑子往往 即使我們一直都說 他們現在對形勢的掌控程度 爭取回很多 撞球在腳的時間長了很多 但是 還未能夠找到一些破綻 還未能夠組織到一些有威脅的攻勢 相反 現在東方 簡單 這個反擊 看到黃浩俊 面對著羅子晉之後 他等齊隊友上來 這個球連人大球掃下去 球證都沒有發球 被張廣賢分掉了 回到羅子晉腳下 大腳踏上去前面 大家都會爭頂 明加索夫的身材 就輸蝕少少 這個球呢 就輸了給高蘇巴耶夫 隊長的梁振幫 有了少少幫手 送過來這邊 嘩 你好腥啊 幾乎掀腳 歷斯組 這個球仍然被他撞掉了 但是胡俊明一推 他已經看到 黃正可能有期 球證也都響了雞 球證是出回頭 哇 菲蘭道就非常勞氣 今天呢 雙方都有很多 曾經是 救隊友的球員 那麼菲蘭道呢 也都曾經踢過東方 對呀 伊高薩唐尼這個球 拉都拉不住 結果呢 就搞到菲蘭道要過來 幫手截擊 就領了阿力斯做一腳 沒什麼大礙 最緊要 嘩 他簡直是 提供證據 連隊友給你看 辣到哪裡 最緊要人沒事 快點起身 上半場時間剩下三分鐘而已 喂 好聲阿鵬 好了 這邊的金志健 查理史葛 艾尼奧 伊高薩唐尼 艾尼奧 你又轉身嗎 好聲阿 艾尼奧的轉身 都相當慢的 巴道沒有過來 都是想找他好處 聽到呢 現場的球迷 都是布爾的掌聲 給予一些鼓勵 艾尼奧 和鑑真鵬 最重要 對他們來說 就是沒有意外發生 那麼 繼續拉結自己控球 伊高薩唐尼 都埋在中間賺食了 今次一控的時間 就被東方的球員拍掉了 44號機拍拔來的 成功搶斷了 但也出了界 球證的事已交來球 也要重開 以及是東方的界外球 所以見到這邊的球員 都是有少少的投訴 球證指了一條邊線 叫東方的球員進化 亦都是希望比賽可以順利進行 見到這邊 胡俊銘亦都是交往後 被後面上來的阿力斯組 會處理 球證亦都是催俱快一點 阿力斯組 看著前面 就是見到巴道姆 心海一拿下來的時間 亦都是直接拿出界 因為巴道姆 其實看他的動作 神情也有少少不會意 亦都以為 應該是被習近身後的宣明謙 才真 這邊見到東方的主教練 盧比度 上半場球隊的發揮 不知道 對他來說 又滿不滿意呢 這邊一輪 混戰 查理斯葛 帶山出來 把右手邊的羅子鎮 都是在右路進攻 對著梁冠聰 第一時間出球 找到明加索夫 這邊同頭一搖 但是可惜 球就有些偏差了 都是大腳送上前 東方都是嘗試 作出一些簡單 直接的快速反擊 相對對傑子 開始壓上前的時候 後面很多空位 算不算去旅 這邊都是分過來 繼續右手邊 找到隊友 明加索夫 就離遲一步 潔之交易球 等過來米基爾 一個回傳 給他 再回到後面的查理史葛 繼續猜傳的時間 都是找查理史葛做搏腳 但是 看到前面人比較多 對手球員 全集了線路 給金子健 亦看到EGO 失扣 由左轉 中間負責組織 明加索夫 選擇 右腳轉過來 左手邊 被霍蘭道 但就 加塞了 不要緊 霍蘭道自己拿回 雖然被人踢到腳 但看到沒什麼大礙 好 右路出球 12馬 沒有白衣 看看這邊 應該是孫明謙才是真 解圍不到 加上中間有拍拔 看到後場有個 結紙球員 應該是查理史葛 最多是崔庭的比賽 在現今的足球比賽規例下 球員後部 如果任何受傷 是比所有一切的事情重要的 看到太史葛 粉粉顧身 打算用頭頂走球 誰知撞著 孫明謙想解圍 孫明謙也沒有心 所以兩個笑一笑 拍拍手 色英雄 重英雄 沒錯 看到這球球孫明謙的腳 的確大高了一點 但球證沒有即時吹發 這邊東方 臨完上半場前 有沒有一次快速反擊 球證這時候 吹上半場 完場雞式 東方暫時以1比0零先結紙 東方對著結紙 大家賽前所期待 就是B組分組賽 非常關鍵的大戰 跟大家重溫一下 分組的形勢 東方如果想出線的話 必須首和或者贏球 到達 輸球的話 輸給結紙 結紙就出線了 暫時如果這個形勢繼續下去 首名出線就是東方 成功了一半 但我自己覺得 未必可以這麼快樂觀 儘管開球的十幾分鐘 看到結紙全線處於下風 被東方壓著來打 但是 繼下來那半個小時 大概看到結紙 是逐步逐步 整個形勢扭轉過來的 而且整個上半場的比賽 整個節奏都頗快 令她想試一下平術 是不是都頗困難 是的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認人 我這些比較面盲的人來說 認人一定是困難 不要說認波三 甚至可能認樣 我都是覺得這些 很像樣的 軟體 有些高一點 有些矮一點 有些大隻一點 有些小粒一點 但是要加上那二十二個名字 的確是不太容易的 這個也是我們說 為什麼 在賽馬會精英杯這麼重要呢 因為你不提供一個實戰的環境 那些球員其實就很難 去拿到那個實戰的感覺 和去進步 就正如Jacqueline 在上半場 聽別人的廣播 聽得多了 原來自己說 真的不是那回事 是的 真的 我見到球員 他們全球都很快 然後我都跟不上 不要說認明到別人 但是 節奏方面 我覺得真的 我都要更新一下自己 Jason 我自己覺得 這次上半場 我自己都有點緊張 但是慢慢開始 東方入球了之後 節奏放慢一點 的時候 我自己都嘗試投入 節奏 個人暖上了 亦都暢順了一些 不過這次畢竟是自己第一次的嘗試 還有很多不足 希望以後就越趕越好 一定是的 其實跟球員成長一樣 沒有說一出來就變成球王 慢慢就 多些上陣的機會 多些實戰的機會 懂得處理一些場面 懂得做一些決定 這個也是 踢球也是這樣 其實廣播也是這樣 沒錯 相信上半場的經驗 對兩位來說 都是很難得 或者很難能可貴 其實我覺得兩位都做得相當不錯 Jason 亦都在後面 越來越找到 可以分析到 甚至和大家 觀眾交代一下 他自己對這場球賽的 其實都做得相當好 可以繼續努力 一個很好的嘗試 可以去到平術席 對著螢光網 對著觀眾 可以學一下 如何應認球員 希望 除了廣播之外 或者其他活動 在本地球場 都可以見到你 一起看球 希望是這樣 帶多些球迷入場 都是我們其中一個願望 其實很多新球員 奧斯卡亞和Jason 都很清楚 初初落場 都是剩下最後幾分鐘 讓你落場 很多時候 球都未必能打到 但是不要緊 這個是第一步來的